Hello 大家好 我是香香 今天我们去山上带大家认识一种草药 这种草药在我们农村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树 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药材 就在这边 就是松树上的松针 你看 这边有几棵 都非常大 估计有十几二十年的树林 你看 它的树皮 非常厚 哇 这个山好高了 估计这些有十几二十米的 好大坑 哇 这个人才抱得过来 这比较小块 应该没长多久的 有长冻疮的朋友 可以拔一些这种松针回去 然后拿去煮水 到时候的话 等它温热的时候去泡水 就对这个治疗冻疮的话 是有一定效果的 连续几次的话 应该会有所缓解 看小宝宝啊 或者老人嘛 皮肤有些比较容易开裂啊 长冻疮的 我们这边以前有个老人就是 他也是长冻疮嘛 哇 都裂了口子非常大 流血了 他经常很痛 不知道怎么去做 后来也是有一个人 知道这种土办法 就栽了一些松针回去煮水 连续泡了几次以后的话 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们才知道的 大家知不知道这样的功能啊 到时候如果说有长的话 可以试一下 以前在我们农村 这个松针 等它干了以后 我们是拿去引火的 是落下来的松针 已经干的 这个拿去当柴火 引火是非常好用啊 你看 这个叶子的话 一针一针非常长 像针一样 所以叫松针啊 它的花蕾了 我们拔下来以后 松针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每个都是分成两针的 你看 都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如果知道松针的其他功效的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再次再见啦 拜拜